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起下地干农活 繁重的体力劳动 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疲惫 他们也不是农民 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印 在乡间的异域落脚 成立了一个大家庭 过着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生活 他们把这里称作生命禅院 第二家园 早上五点 家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童心草是这个女孩在家园的名字 每个进入生命禅院第二家园的人 都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 成为禅院草 童心草的主要工作是维护家园的网站 但是遇到要紧的农活 他也会参加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挖排水沟 童心草上海师范大学本科毕业 曾经做过老师 项目经理等工作 2009年 生命禅院刚一成立 他就辞职进来了 虽然那个工作很喜欢 但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觉得 就那个社会环境那种 那种社会主流的追求的价值观 跟我内心的价值观本身是冲突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过于浮躁和追求物质了 然后人人都最计较的就是利益金钱 房子车子 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呢 想要的就是过最简单淳朴的生活 然后人跟大自然之间不是一种掠夺和占有的关系 在这里 童心草找到了他想要的生活方式 生命禅院倡导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种田不用化肥农药 让作物自然生长 如果杂草不影响庄稼 也任由其与作物共存 雪风 这里唯一不用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也是家园的负责人 他不想用命令指使他人 于是他让家园的人称呼他为导游 意思是引导大家 这是可以煮一下以后的凉拌 挺好吃 雪风曾经在非洲经营酒吧 商店 一次意外的车祸让他对生命重新认识 2009年 他卖掉所有生意回国 在云南创办生命禅院 成员最多时达到180人 尽管雪风一再强调家园成立以来 没有发生过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 但是还是遭到了云南当地政府的多次清查 最终 今年4月份 生命禅院被迫撤离云南 他们投入的数百万资金化为泡影 离开云南 生命禅院并未解散 他们一部分人前往新疆 还有30人来到了南京市浦口区的这个小村落 与当年一样 生命禅院又在一片洪荒中开始了 现在家园只有时间临时板房 所以近期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盖新的房子 没有搅拌机 打水泥这样的任务 需要20多人花费两天时间才能满场 在家园里 大部分工作都是采用人类最原始的生成方式 如果你开心了 任何时候都感觉到就是有幸福 没有那个 家的这个环境啊条件 生活上没有 恒德草 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 在生命禅院的每一个成员看来 他们已经实现了 家园没有任何规章制度 每个成员都根据自己的意愿 自觉从事劳动 没有人偷懒 在这里 还在那里 大地面的怎么休息 他们是讲你活 大忙的也休息 也不休息 我们休息也不好意思 在这里干生哈度里干活 哪个人干的妈 在后面插个小黑气 插个小白气 你们哪里啊 哦 是干的快 就给它 小小红旗 后面给它 前面 后面给它插个小红旗 那时候就好搞笑 都拿仙气来还想笑 是不打咬劲 嗯 500年可不打咬劲了 家园没有工资 他们共同享用劳动成果 一个仓库里 对放着各种生活用品 有人需要 就可以自行取用 家园没有传统的婚姻和家庭 互相与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处 负责人雪峰规定 未婚 离异 或者夫妻都是禅院草 才可以进入家园 有爱人在外 或者父母在家无人赡养的 都不允许进来 小兴父母 这个是天经第一个事情 绝对不能以任何理由 把父母的善要制作多白 但是由于这个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呢 我说本身有弟兄弟几个人,姐妹几个人,你其他人呢,你条件好了,你可以照顾父母,那么给这个兄弟姐妹呢,给一点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无私的,你接红,你拥有了人,你占有了情感,占有了人,一旦这个人在情感方面,心情方面呢,他就没有自由了,一旦有自由的话就冲突了。 那你们这边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所有的都是无私的,无私的,对,不能有任何私心。 人际关系简单,互相没有任何物质利益冲突,他们把社会中一切可能带来烦恼的因素剔除,只剩下简单的劳作。 在社会也是为了吃喝,这里也是为了吃喝,人一身都,也就这么过着,就是这样潇洒,感觉这样潇洒,挺好。 家园共用的免费食堂,制空草和另外两人专门负责做法。 一日两餐,以米饭和清淡蔬菜为主,很少吃肉。 看似艰苦的伙食,已经让他们非常满足。 家园不追求物质享受,内心快乐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晚上,是家园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光。 家园里的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雪峰始终强调,生命禅怨不是宗教,没有任何的教条和宗教仪式。 唯一共同的活动是,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家园举办学习生活会。 雪峰把他悟出的道理讲给大家。 我们创造的是人类的新的这种生活模式,我们起的帮助。 而我们这身的生活模式呢,主要是针对人的,要让人生活的高贵,有尊严,获得自由潇洒。 这人性能够出口绽放。 深夜十点,田野中这座唯一的小屋回归平静。 明天,依然是他们又一天的共产主义生活。 明天,依然是他们又一天的共产主义生活。 。 明天,依然是他们产人最下称人。 恶不仅间。 不仅时王晚相陋广离识之前至少主义站回来 doom的是, 我要了以舍在太子',然是一夜十分 cô都管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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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姥产女圈 Assistła她在外面上等产小雞房。 明天,依然是我们 Vern flu音 канале。 請您您先生気候。